等一下大家去啦 台灣人愛喝茶 很多人家裡都有茶桌 隨時可以跟家人和親友一起泡茶、喝茶 台中市西區公管理里長謝錫鴻 雖然住家跟里長辦公室就位在五泉車站前方100公尺處 算是市區的精華地帶 但是平常熱心工藝 樸實積極又善良的謝里長 其實祖孫三代一開始就在台中市的梨山地區種茶 謝錫鴻里長感性的說 平常住在城市裡 假日回到山上種茶 除了可以欣賞山明水秀的好風光之外 也可以喝茶養性、以茶會友 算是擔任里長之外最快樂的副業 這茶葉是我們的家傳事業 其實服務里面為優先 其實種茶葉是一種興趣 對茶葉研究 茶葉生長、製造、過程 泡茶、喝茶 是一種當里長以外的興趣 謝錫鴻里長在台中梨山地區 台八線85.5K 路旁的福壽山山坡上 種植了三公頃多的茶園 當地海拔有兩千多公尺 因為水質好、空氣好 加上濕氣跟溫度相當適合茶葉的生長 所以雖然茶葉的產量不多 每年只有幾百斤 但是品質堪稱為台灣第一好茶 它還將自家生產的茶葉 取名為福壽山雪之路烏龍茶 梨山的茶 第一個就是海拔高 日夜溫差大 濕氣過 所以它生長出來很慢 葉片 葉效果很高、很高 果膠質很濃 所以它可以稱為全世界最好的茶 因為擔任里長的工作 謝錫鴻的辦公室跟家裡 平常就有很多客人 謝里長也慷慨的拿出私藏的好茶 泡給大家來品味 因為最近有媒體報導 台灣茶可以抑制新冠肺炎病毒 但是謝錫鴻里長幽默地說 反正喝茶就是有益健康 不管是夏天、冬天 希望大家都能夠來壺好茶 把溫暖的人情跟濃濃的茶香 感染給周遭的人 記者陳文旭、李佳金台中報導 架糕 燜 加坂 文燈 旁ador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